創意比財 盡在運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 旗鼓章 我是黃培塑 各位 今天9月26號 這個地方持續一個震盪整理 已經整理了一段時間了 各位 已經整理一段時間了 就今天9月26號的期貨小時限 這個地方的整理 因為時間已經拉長了 頭部尾時間已經拉長了 這一段的整理跟這一段這一段的整理 它的那個所代表的位階 現在已經明顯不同了 已經明顯不同了 這個結構 我說它是一個推升小整理 推升小整理 推升小整理 那它現在這個整理時間已經拉很長 拉很長 那目前看來當然還是持續在這個地方震盪整理 那震盪整理的過程 頭部尾時間你看 今天這 我們看它整理的結構 最高點10963下來 10963整理型態是長這樣 目前最低10805 那今天又開895還是又下來 那不只這個結構 可是目前這個結構你看 如果說它整理在那邊一組小ABC 整理完以後推動 看起來沒有 不是推動 因為這邊推出去一段兩下山 又拉回來 又重疊 所以目前看來以這個比較短線的結構 看起來它還在一個整理型態裡面 這是一個重點 也就是說它這個整理還要再持續 短線的部分這整理還要再持續 這整理還要再持續 好 這整理 那這整理還要接下來 我說整理也有它整理的結構 整理有它整理的結構 ABC 氣亂整理 不管 整理有它整理的結構 重點是它就是一個整理 就是在一個區間震盪整理 那整理的過程 我說整理的過程跟之前 今天是9月26號 一個月前 8月26號 頭部大盤在這個地方 你去回想剛好一個月前 8月26號 好 那時候跟你講到說 我說這個盤看起來很弱 弱中透強 全面偏多 大幅度操作 你這個一個月前 你這個做多這一段 這一個月你賺翻了 這一個月你賺翻了 那這個月賺完 接下來你也要認清事實 沒有那個行情好賺的 要忍耐 沒有那個行情好賺 就是要稍微忍一下 短線短線就在那邊震盪 可是已經剩很久了 差不多已經剩很久了 可是這個一個月前跟你談 我說這個地方 落中透強 你要全面偏多操作 這個月你可以賺大錢 8月26號 那個有行情那個你可以賺很多很多錢 賺完以後 近期你短線操作都無所謂 小賺小賠無傷大雅 行情就是這樣子 那你不能現在強求說 我現在去賺了大波段 沒有那個行情 你硬來就是會受傷 沒有那個行情就沒有那個行情 那你要等 要等什麼東西 要等什麼東西 一樣 好不好 行情都這樣 推動一段以後就整理 整理一段時間 你要看他整理那個 他的位階 像這個位階 這是推一個小段小推生 他整理很快 又推一個小段 又推一個小段 那現在這個 就要整理比較久了 因為他這個已經整個脈動 跟這個脈動是完全不同了 這個整理完 這個整理完之後 現階段整理完之後 所推出去的脈動 或是所拉回來的脈動 是跟前面脈動 不是同一個位階的 不是同一個位階 所以接下來有行情 也要再整理完之後 這個都是環環相扣 你不要急 可是行情來 你要有膽識 你要把握住 要賺大錢 完了之後就要整理 就是這個架構 接下來怎麼整理型態 這我們等一下才來談 一個月前 怎麼一個月前8月26號 就等到這個撒下 也到10294 你下了屁股尿流 8月26號 我就跟你說 這個結構 你再往下打下去的機會 幾乎是微乎其微 就這個地方 那時候跟你講 我們觀察兩天 28號 我說這個三段而已 因為它已經長這樣了 所以三段隔天就過了 就一路往上走了有沒有 所以先大獲全勝 這都要828號買的 我說看起來很弱 其實弱中透強 你這一筆先做到大賺以後 接下來推出去了對不對 拉回來又9月3號 又開始大買 大買特買又大賺 又更多 這個都9月3號買 9月4號再加碼 這個又更多 1000一點 那個有行情你要把握 同學那個有行情是誰 這一段828先坐到這裡 然後拉回來 9月3號再坐上去這一段 然後又拉回來 對不對 然後在這裡坐一坐 然後這個地方就整理 就這樣 剛好一個月前 今天9月26號 我剛好我那張圖是8月26號 一個月前 跟一個月後是差很多 機會有沒有 機會有 可是機會不是常常有 機會來你就要把握 不是一天到晚來 那個機會不是一天到晚來 那來了你要把握 過了 過了你現在沒有啦 那還要再等下一次 還要再等下一次 金融市場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你接下來 其實你那個只要整個行情 整個行情架構 只要那個結構你大概追蹤到了 他大概怎麼運行 結構就一段時間 大概就很清楚 你幾乎都可以全盛的 一直做一直做 是我們的理念 我們的判斷行情的觀念 大概是這樣 一個結構 大概追蹤到了 他整個脈動 怎麼推怎麼拉回怎麼推怎麼拉 大概都在掌握中 都可以大概這一段時間 都可以這樣子做做做 都還可以全盛 別人的技術方法我們不管 我們位階定位精準之後 大概整個結構大概就都在掌握中 然後完了就做短線 可是拉回來還是可以就做 都做了還算OK 都還OK 小賺的就小賺對不對 到了9月17還可以做到最後一筆多單 因為這氣圍還差一段這15分鐘線 還有一段 還差一段 這1234 果然這還有一段 還有一段這963 這就最後一段 連這個還可以賺 9月17還在做作業比多單 9月18還可以 還是一樣上去 還是要上去 上去以後就到9月18就這裡 963 我說這推剩五小端 這個就要整理 整理當下我們也是跟你判斷說 如果他整理時間不要太長 還有機會我上闊園 現在整理時間已經拉長了 現在整理時間已經就剛跟你說了 已經長這樣了 剛開門今天9月18要跟你講 他現在整理時間已經拉成這樣 拉成這樣的話 這個整理的時間 幅度 就不會是細微波裡面的整理了 他不會是細微波 他不會是像這種 這個地方的整理 這個地方的不利 他這個整理完 再往上出去一段或往下 這個跟前面這些 這個通通會 都會不同位階 這個你要有所認知 好 他不管 現在短線重點是 他會先陷入整理 整理你就去抓他整理的 接下來這個整理的脈動 看他是不是說會發動 目前看來還沒有機會發動 沒有 因為他是推動失敗 沒有 沒有機會發動 要不然往下 這個 老師這個 這個不是一個小A 然後B之A B之B 這個還是很標準 一個A 一個B A 一個C這邊結束 然後開始做一個B 可能性比較高 可能性比較高 如果A B 然後B之1 A B 然後C C之1 C之2 C之3 這樣的話就往下打下去 當然這個地方 你說好 我開始走一個B坡 你就是 這個要高低做 接下來這個整理 就不要急 那個單子的話就是 選好點位才進場 沒有好點位我就等 沒有好點位我就等 不要急 沒有好點位 大概目前的區間 以現階段整理的過程 目前大概160點左右 目前805 963 大概160點左右 以這種架構 我來看其實這160點的空間 作為一個短線整理的區間 是夠了 差不多 差不多 短線我講的是短線整理 短線如果再更長線整理 他可能又會跳一階 或是往下跳一階 以短線目前來看 這160點是夠 大概是長這樣 是差不多 差不多 如果往下再多一階 他跑到這一階 往上比較沒辦法 因為他這個結構 大概這個地方大概就 這個脈動已經暫時推完 要持續還在整理 這齊全的部分 差不多是齊全的部分 整理的過程 不要過度追高 不要過度殺低 用檔的 差不多用檔的 以現階段短線這幾天接下來 操作的重點 用檔的 不要過度追高 不要過度殺低 好的點位才做 不好的點位不用做 有時候卡在中間 其實上上下下 沒什麼好做 好 齊全的部分 那我說這個 這個就 選擇權的部分 也是一樣 一個月前也是跟你談到 我說那個大行情要把握 有沒有 這都是在8月28號 10500 10600這個買權 然後28號買 這個700買權 這也是都大貨全勝 就在一個月前 不過這翻了五倍多 這翻了七倍多 這個快12倍 這828 這就一個月前 總共這一個月前 你這個有買 然後到928這邊 這個12倍 就都是一個月前 就是在這裡 總共都在這裡買的 都是在這裡買的 那你回想 你現在這個行情沒有了 你現在沒有這個行情 你現在不要急 這個好壯 我趕快來坐 坐下去剛好不會動 沒有用 那個時間很重要 通過那個時間很重要 什麼時間點會切入 什麼時間點會進場 什麼行情可以進場 什麼行情勝算不高 要寧願等 你要能夠做一個基本的判斷 否則 因為刷牌沒那麼好談 選擇權的部分 它是一個機會財 我說像這種 這個像一坐一波 這個大貨全勝對不對 你可以很久 通過你這坐一波 你都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稍微等待一下 沒有辦法每個月有這種行情 這你要有所認知 沒有辦法每個 你這個了 通過你看看 我們看大盤好了 像你這種 這個可以有個行情 完了這個月你就沒有 你坐下去不行 做買方大概會賠錢 然後忍一下 這個又可以賺到錢 所以這邊要再忍一下 那你老師這一段 這一段的話 其實他結算這樣起起伏伏 不容易賺到 可以 倍數沒那麼大 這一段 這一段有 這一段有 所以有時候 這個有時候 你要 要懂得拿捏 成績 要懂得拿捏 現階段 勢必要整理一下 我說他整理的過程 你可以觀察度來 即將要推動的前 就是前面那個結構 等於說即將要推中的那個 開明之前的那個結構 你要能夠找出來 要能夠找出來 那個是重點 就是說他這個結構出現 大概就要推動了 不管是推動往上 推動往下 好像都是推動 只要是推動的話 行情就大 這個結構出現 他就應該要即將推動 那個你要會看得出來 那個你要會看得出來 你才有辦法 操作成像這樣 高倍數的獲利 即將要推動之前 你要看得出來 那時候才會便宜 便宜以後 拉出去其實就很貴了 你這22點不買 你過幾天 這邊跑到100多點 你其實是買不下手 假設你買的成本下 是100多點 你看 這差幾天 這買22點 跟你買100多點 100多點 讓你放到這裡 其實你只賺多少 你要去看清楚 這不一樣 你只賺 100多點買 你跑到200多 你只賺一倍 你只賺一倍 你買100萬 你頂多賣出來200多 你只賺一倍 那個差很多 那個差很多很多 你買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12倍 你買100萬 他跑到這裡 是可以賺到1200萬 你100萬 跑到這裡才買 你只賺這200萬而已 這一來一回差很多 老師我不敢買100萬 我買50萬 你買50萬 到這裡還一樣 還是有600萬 所以那個時間很重要 你買在這個地方 可以賺錢 你買在這個地方 就是一定要算 你不算的話 你這個地方 你還要下大豬 再買下去 你又一定要穩贏 否則那很容易泡湯 很容易馬上 隔天馬上變腰斬 變歸零 差別在這個地方 差別在這個地方 你要買的點位 那個點位 可以賺錢的 盡可說 賺錢你聽得懂嗎 有些人台語可能聽不懂 靜可供 退可守的 叫做 可以成縮 你買的那個假區 那個時間 要能夠可以成縮的 靜可供退可守的 才好 才是高竿 才是個好的操作策略 而不是 你這個 這裡一買台 你就是一定要贏 否則那個就很容易歸零 而且成本又貴 是這種意思 好不好那個選擇權的部分 你認同理念的 那個講起來比較複雜一點點 說實在比較複雜 有興趣認同理念 你跟上我們的腳步 跟上我們的腳步 因為它畢竟 它就是一個 其實它就是一個超級任務 你要賺個一倍兩倍 那個叫普通任務 超級任務 像剛剛說 一賺可以賺到12倍 那是超級任務 那超級任務 好 認同理念的有興趣的 跟上腳步來 好 我們看到個股的部分 那期貨的部分 我說 你要找到一個出色夥伴 能夠幫你看到 幫你看到忍大宏圖不簡單 你要找一個出色夥伴 這個不容易找 怎麼不容易找 不好意思身體不太舒服 我看這個股 我說我們的操作 絕對是有口皆卑 絕對是有口皆卑 全國會員都可以做見證 有口皆卑 認同理念的 歡迎跟上我們的腳步 歡迎跟上我們的腳步 我們找到個股的部分來 可不可以 8081的智新 其實講很久了 這個股票 113.5 見高點113.5以後 最低113.5 目前也說實在也沒有 只是說一直沒有突破 也都還黏在這個地方 那我一直判斷 他這種整理 大概是一個標準的一個旗型 應該還是要往原方向走 往原方向走 我說他的營運動能 絕對夠 他的營運動能絕對夠 我說他第三劑 頭部這個東西他 確實 頭部確實是營運動能有 反應在EPS也是有 這已經跨16億了 第三劑 那你第三劑 這台13億就已經2.39了 你看他的毛利都有大概四成左右 37% 35% 37% 你自己去算 大概評估一下 你說他第三劑 以這種營收的話 你第三劑要超過3塊錢 我認為應該不是問題 不是問題 所以這種架構 頭部這個結構 你就把它拉長線來看 因為這一組 這種架構 頭部你拉出來 這個一個這樣緩步電升 緩步電升 這個他比較 這邊有一個整理型態 有一個整理型態 A B 穿頭C point 這個一個是標準整理型態 前面的話應該都是屬於 是一個出生段的結構 我們拉長來看 當然現在主生段推出去了 推出去了 對不對 這推出去主生段 如果這一段結束 那就結束了 那還有一個5 可是這個主生段有時候 他會分5段走 他有時候會分5段走 當然這樣的話 就比較有想像空間 如果沒有 好 主生段走完 他整理還是 還要再過高一次 還有一個第5段 還有一個第5段 我說他後面的營運動能 絕對有支撐的 可以支撐他走這個架構 808A的自信 也講了一段時間 所以說都沒有表現 可是這個結構相對還好 這個結構還算相對強 等於是一個高檔震盪整理的架構 高檔震盪整理的架構 高檔震盪整理的架構 那原項 327原項 自動可以談完 我說他如果持續整理 那比較差就是N字形 又一個N字形 這個地方還是要往上 比較強 開始有一個推動12345 那就更強 跟你講完以後 他開始最高是到121 3227的原項 目前看來 這邊是慢慢推出去 推到最高121後 拉回來 其實拉回來重 他其實空間都不大 你看 這個 如果這邊有一組 這邊有一組 我們在砍細微的脈動 12 然後這個12345 拉回來這附近也差不多 所以這個結構都還OK 327的原項 327的原項 5243的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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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這結構確實是走得比較慢 比較慢 走一段拉回一段 走一段拉回一段 應該還是能夠持續 往上慢慢的推 這個五票我強調過 他本來就會很慢 很慢 然後很慢的話 走一段拉回一段 走一段拉回一段 整個那個方向 應該是沒有問題 應該是沒有問題 可是這個要很久你還會 才有辦法驗證我說的話 要很久很久 如同好久以前 6411的經驗 那時候大概三四十塊錢 我這要看 給你看一下他的周線好了 這個地方 二三十塊三四十塊這個地方 我說這個要好久好久好久 他才會驗證我說的話 這已經兩年多前了 兩年多前了 這個地方也跟你講 6411的經驗 他的結構跟現在的以勝KY 是一模一樣的 結果他這樣慢慢推 這是周線很久了 到129 最高是有到129 6411的經驗 那時候還在這個地方 二三十塊三四十塊 5243的以勝KY 就現在這個結構 就長這樣 可是這個要很有耐心 要很有耐心 我說他這種結構的推 他是 其實他從底部 他從底部那周線已經明顯在慢慢推動 只是推拉 推拉 推拉 時間要拉很長 所以這個如果說 你又要驗證我說的話 他又很大一段要往上走 大概又要兩年後 兩年後 兩年後他可能 這股價又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那個長線的 其實那種長線的分析很難 不容易 那你要驗證 那兩年後再說 兩年後再說 這5243的以勝 5243的以勝 好 那兩維的話 我說他結構漂亮 就是他的毛利率有上來 好 這個結構是有底部上來的 底部上來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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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底部上來的結構 這些股票 其實股票不要多 那還是 有時候考慮到時效性的問題 投暴率的問題 如何去拿捏換股操作 也是一個考驗的重點 投暴也是一個考驗的重點 那股票不要多 精選持股 持股精選 才會是真正的贏家 中規中矩的操作 中規中矩的操作 認同理念的 歡迎跟上我們的腳步 我們先休息一下 希望更為大家 鳩浪有行俏 進化才有效 包漂亮有行俏 转动全世界 要您迎戴股市的起跑铁 金车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起货 起货是最佳避险工具 运达头顾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头顾 好看 弄在家啦 今日起身装运达头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电02 2781 0909 2781 0909 车怎么开的 你怎么看呢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罚网 1.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2.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3.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4.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5.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化已等就对了 观众 节目现场 特别 现阶段这个整理 刚刚跟你谈过 现在整理跟前面这个小整理 已经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比较大 位阶大级数的整理 那不强求 整理整理有整理的过程 整理的过程 你要去追踪整理的结构 怎么去操作 怎么去操作 我说我们的操作绝对是怎么样 有口皆碑 圈君不用刻完石 路上行人口四碑 全国会员都可以做见证 有口皆碑 认同理念的 跟上脚步来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现在 杀优特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优特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时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波浪有学校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今年多年波浪理论 球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要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金车线02 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期货 期货是最佳币性工具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好看能在家啦 举起身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 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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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親切 他們的結果也讓我們很感謝 你看政府對老人的負負很多錢